近日,四川省纪委官方微信公众号 连接四川发文披露了棉竹市人民医院原骨科主任 56岁黎孝富贪腐一案 经查,2011年9月至2020年12月 黎孝富在担任棉竹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 主任期间,不仅刺激贪腐 还带着科室医生拿500多万元回扣 2022年9月,黎孝富因犯受贿罪 单位受贿罪,输罪并罚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并处罚金20万元 退缴违法所得184.89万元 棉竹市人民医院骨科医病区 按单位受贿罪,判处罚金40万元 相关人员退缴违法所得 373.4万元予以没收,上缴国库 组织把我一步步培养成一名骨科主任 我本应该好好感恩组织,服务患者 可是却让思域麻烦了思想 放纵险恶主义,占据灵魂 因为思域膨胀,虚荣心作祟 让医生这个神圣的职业忙了休 林孝虎在忏悔书中会就不已